反正你用SrimBuilder跟用Srim的結果是一樣的 只是說我們要把這個東西串接在一起而已 這邊就會宣告一個SrimBuilder 你要怎麼去建立一個SrimBuilder 方法很簡單,這邊就是Srim加一個Builder SrimBuilder,然後宣告一個SB 並且要New一個SrimBuilder 這樣的話我們就產生SrimBuilder一個物件 我們後面要怎麼產生呢? 首先我們就把它串接 我想這個部分等一下再來看 各位先試著完成宣告連結跟建立事件 這個部分就讓程式自動跑出來之後 我們程式就要再來撰寫 所以剛剛的部分請各位完成到這裡 如果你可以這樣子新增未實作的 這個一定要把它當成公司背下來 一定是小瓜糊、大瓜糊、後瓜糊分號 如果你這個東西還搞不清楚 還沒辦法很熟練的話 你要寫App就是問題 這個是建立事件的最好方法 當然還有別的方法 各位可以看一下 四支五十三頁 除了用這個方法之外 在我們書上 四支五十三頁 它寫的方法跟我不一樣 它是寫一個class 也就是說還有第二種方法 就是在我們的class 就是在這個類別裡面 再新增一個內部類別 不過我覺得像感覺又變得更複雜 就類別裡面再建一個內部類別 那當我這個觸發Listener的時候 再去執行那個內部類別 那這樣對各位來說 我覺得也可以比較看看 我覺得我這樣的寫法會比較單純一些些 也比較好爛 因為簡單的App你就不要把它複雜化 雖然看起來很高級 程式看起來哇 這程式看起來好高級 但是可能會讓很多人看不懂 所以當然寫法我想很多種 那最重要就是你要run得出來 而且不要bug在前提 那我的邏輯是建立事件 這個方法你們可以試用 那建立事件之後的話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一下 裡面要做哪些動作 當然就包含這四個字串 要怎麼樣把它串在一起 一、二、三、四 OK 把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